接觸生命的經驗 常常說很喜樂、很開心、充滿愛、可能會流淚 常常有這個經驗 經歷過生命的請舉手 可不可以簡單說出來你們的經歷 簡單 兩句就可以了 兩句話 兩句啊 兩句 兩句話 我的經歷就好像你所講的 突然就很喜樂、又很悠哭 真的 非常非常開心 我的經歷是在敬拜的時候 就是很喜樂 然後會流淚 當我全心敬拜的時候 好像主來磨我一樣 當我在祷告之中的時候 或者與神親近的時候 就感覺到 與神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親近的 感覺到一些 世間的一些憂慮 就會離開這個樣子 當我遇到一些很困難的問題 我解決不了的時候 當我遇到一些很困難的問題 我解決不了的時候 我都聽聲 我在社會裏面 她就解釋一些東西給你聽 我自己的心就放下 我覺得可以好像同事 舒服 光明的感覺 那些人很想哭 還有呢 她覺得周圍都是愛 還有那個重擔沒有了 因為重擔到那個時候都不重要 因為愛是比所有的重擔更強 我想問一下 其他人 你們 雖然可能沒有這麼強的經歷 有沒有一些平安啊 輕鬆啊 有沒有這些經歷的 其他人有沒有 輕鬆還是有的 輕鬆和平安還是能夠感受到 那我想說這一點 就是說 有些人經歷比較強 有些人經歷些少 你能夠相信他們說的是真話嗎 他們真的有經歷嗎 這個是真實的經歷嗎 當你相信的時候 我希望你會說 我也希望能夠越來越經歷更多 越被神的愛感動 越被神的愛釋放我的靈 改變我的靈 這是進入與神親密的關係 其實聖靈充滿的是什麼呢 這是與神的關係 有很親密的關係 隨時能夠經歷聖靈 這是我的定義 聖靈充滿 就是說 隨時禱告 馬上有平安喜樂愛 進入我們的裡面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這個聖靈充滿 首先去幫助自己 然後 我們為人禱告 他們也可以經歷 你想像一下 有人有重擔 煩惱 不開心 憂傷 困難的事情 然後你禱告的時候 他就很輕鬆的 哇 好像馬上就 重擔放下來了 是不是就容易帶他們信主啊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聖靈對於釋放很大的幫助 因為 我們正是說 耶穌很愛你 耶穌幫助你 耶穌為你定時之架 耶穌生你的罪 這樣你可以去天堂 他聽的時候好像很遙遠 離開他們很遠 但如果你也說 耶穌很愛你 關心你 知道你的需要 打開手 重擔 煩惱 可以放下來 可以馬上輕鬆了 你可以分享你的經歷 然後比如說 你想不想 你的經歷 重擔 煩惱 放下來 你感受到神與你同在 安慰你的心 感動你的心 有些 真的很痛苦 我不知道在河南 澳洲 河南 這個地方 自殺多不多 還是不多 這個地方不多 但很多地方很多 你知道嗎 在很多國家 很多 現在 其實 我的太太在學校 去老師 他說 這個學校 有幾十人去吃精神病藥 幾十個學生 中學生 就是這個時代 很多人都很憂傷 但如果你能夠為他祷告 他就輕鬆了 這個就是 根據他的需要 無論他是 人際的問題 工作的問題 煩惱 睡眠 身體的問題 都有很多很明顯的改善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 他馬上看到神的真實性 就容易帶領他信主 而且愛主 為什麼這幾個姐妹 願意跟我來到這裡 因為他們在香港 都是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有人來接受禱告 他們就幫助他們 就覺得很多人得幫助 他們就覺得很好 所以他們願意來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人 在香港去服侍人的 我去到不同的國家都訓練 他們都覺得很好 我想問你 當你知道這樣 我給這個名字是 經歷聖靈步道法 就是經歷聖靈 幫助人經歷聖靈 然後帶領他們信主 也帶領他們愛主 我曾經為人禱告 他們生命改變 祝願不同人 傳道人 成為宣教師 就是為他們禱告 然後教導他們 你聽了之後 你會不會也想 首先你自己可以經歷神的愛 神的平安 然後改變 然後你每一天 祷告都可以經歷神 然後你為人祷告也可以經歷神的改變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你的朋友 你可以請他們去你的家吃飯 然後分享一下 而且你將來為人祷告 你可以說 你經歷神的工作 你願不願意拍錄 如果你不願意看到你的面貌 可以有方法露蒙的 人看不清楚的 這樣的話 就說話 然後人聽到這個內容 但看不到這個樣貌 然後你就說 你能夠破綻你的境界 能夠祝福更多人 你想不想呢? 你覺得可能嗎? 我沒有經歷神之前 我覺得提升人的靈命很難 真的很難 我以前 我沒有經歷神之前 沒有幫助一個人願意服侍人 沒有幫助人 我想他們願意服侍人 但沒有 但我經歷神之前 心底部很多人 你想能夠這樣 一步一步 被神使用吧? 誰願意? 誰願意? 這個可以訓練的 這幾天我們會訓練的 我現在回答你這個問題 關於這個罪的問題 我們怎樣給人這個動力 其實是愛神處理罪 服侍神 神給我一個方法 很簡單的 有一間屋子 這個屋子的上面是什麼呢? 神掌管一切 我想問你 神是不是掌管一切? 沒有人能夠逃脫 我想問你 你能夠逃脫神的眼目嗎? 因為神審查每一個人的內心 然後右邊 當我們親近神 慎服神 神必定盲福 是不是? 愛神的 神必定愛他 尊重他 然後服侍神必定有賞賜 是不是? 一杯兩水給一個小子喝 也不能不得賞賜 是不是? 所以 為什麼耶穌這樣說呢? 耶穌沒有說 你帶領一個人信酒 你就不能不得賞賜 這樣你說 我嘗試 但我做不到 但一杯兩水 你能夠做到嗎? 一杯兩水 是不是? 很容易啊? 你幫助一個人 神就很喜悅 當你更多地幫助他 帶領他們信主 愛主 神就說 神會不會在天上說這個人很重要 就看中你 我想在這裡有個簡單的分享 因為我在網上有一個姐妹 她 其實有兩個人 我在放在我的這個YouTube宴霧室 也可以看到的 有兩個人去天堂的 其中一個是在香港的 她在有一天打告 神就帶她去看到我賞賜 記錄冊 就是記錄每一個人的賞賜 神就讓她看到她的賞賜 記錄冊 然後因為我去幫助她靈命更新 然後她現在有這個幸福是神的 然後我為她感觸寫靈之後 她就聽到神的聲音 也上到天堂 她就說 我很想看一看 要我虛的賞賜 記錄冊 可不可以 然後 耶穌就容許她 天使就帶來 我聽到我的心很感恩 因為我在說 我是不配的時候神簡神我 不是我美好 不是我什麼美好 是神簡神我 然後我就回應神 我就珍惜神的簡神 這個賞賜記錄冊 她說首先是很厚 第二 去報禁的 跟她的有不同的 第三 上面寫著 我的愛子 然後我的名字 我非常的感動 我也說神啊 我不配信你的恩典 信你紀念我所做的 因為神會紀念 你有信神就紀念 所以我希望你說 你跟從神 什麼好處都不去 神會祝福你整個生命 所以我希望你會看到 全世界最好的路 就是服侍神的路 當你有這個路 剛才我說的這個物質 沒有人能夠逃脫 所有事情都在神的手中 信義神必定蒙福 侍奉神必定得少之 然後犯罪 罪必定帶來破壞 是不是 甚至情欲三種 必從情欲受壞壞 然後沒有服侍神 我們不是靠服侍神得救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但聖經裡面清楚說 正信耶穌就會跟從神 親近神 信服神 服侍神 然後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講到這個一天銀子的埋藏在地裡面 主人怎樣說啊 又懶又惡的仆人 然後去哪裡啊 趕到外面黑暗裡 在那裡要愛哭切吃 然後另外有一個沒有坐在小子身上的 這個殺鳥的怎麼樣啊 進入地獄裡面 勇喜裡面 我不是說你真信耶穌 但你做得不夠好就去地獄 不是這個意思 你信耶穌 你真信耶穌 我真的有罪 我求你耶穌赫免我 神就神救你 但你真的生命改變 你就必定會說 我見到有人 他們沒有耶穌 我就想幫助他 是不是 這個是果子 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果子 神就喜悅你 祂就紀念你 祂就祝福你 所以我就說 犯罪必定有破壞性 我就說 你要不要放一些癌症的細胞 在你的身體裡面呢 你想不想啊 有沒有人想啊 罪就是這樣 罪就是癌症的 你癌症的細胞更不好 它會破壞你整個生命 一些憤怒 憎恨 一些淫念 一些貪心 不順服神 都會破壞我 我的生命 任何的憤怒 這個 我這幾天會講到 怎樣處理的 基本上是這樣 有罪的意念馬上說 我的生命很寶貴 神愛我 所以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如果我犯罪 就浪費我的生命 你會不會這樣 你的錢 扔到海裡面呢 但很多人將他們的生命 扔到海裡面 去浪費他們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你們就說 好了 我不要犯罪 我不要浪費我的生命 這樣的話就蒙福 所以我自己是這樣的 我有卸少負面的想法 我就說這個有破壞性 我就馬上處理 卸少 不喜歡我一個人 這個人我幫了很多很多 他還是不聽話 我的心也不喜歡 但神也不喜悅 我就說我不要緊 這個是他的責任 我做了 我應該做了 我就放手 我不需要不開心 我就放手 任何的煩惱 苦惱 不開心 我都放手 這是我處理的 這個罪的動力 神愛我 我的生命很寶貴 會祝福很多人 我不要浪費 這個是我的動力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提問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提問 以撒基我們總會操練怎樣 我也很禱告 每次都操練 結果星期你們每一天都自己禱告 進入更強烈神的存在 這樣的話 當我離開的時候 你們可以帶著更大的聖明恩告 然後你們傳福音 你們互相操練 你們首先去操練 在這裡操練 然後你出去做的時候 而且你們有些學生來到這裡 你們為他們祷告 他們可以經歷聖靈 小孩子也很容易經歷聖靈 小孩子很容易的 然後你就可以帶入他們的心中 有沒有提問 牧師 你是不是說 我們人要很靜的心 我們才容易跟聖明的接觸 我們不要讓自己有任何的罪 在身上 即是說我們遇到很苦惱 沒有什麼事 我們立刻要放棄 我只是是這樣 有任何的煩惱罪 我都馬上處理 你剛才問的問題 首先是問 被聖靈充滿是不是很安靜 我說安靜是很大的幫助 但安靜最重要是 我們內心不被周圍的人 不被周圍的環境影響 就是說不要緊 人的話不要緊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整天想著 要說愛我 神看中我 神要提升我 我的生命很寶貴 這個安靜是一部分 安靜就是沒有雜念 沒有其他的事情影響 也放下罪 然後 但很重要是學習這個 從零發出來 但從零發出來 很多人覺得很抽象 所以首先就是思想 我的思想完全認同神是最好的 沒有人能夠逃脫的 神是所有恩典的來源 我們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從神來的 所有都是從神來的 這個思想跟從神最好 然後意志我整個生命獻給主 然後感情 我想問你 你看到美味的食物 很開心啊 裡面就開心是不是 你看到你的家園 會不會很開心啊 你的孩子啊 孫子啊 你見到很開心 你見到耶穌有沒有就很開心 其實耶穌比他們所有都更宝貴 我想到耶穌很開心 我很喜歡神 因為當我數上神的美善 我實在覺得神的美善超越所有人 超越所有我有的財富啊 我所有的享受啊 都不如神的美善 所以我就說有神萬事主 當我祷告馬上就喜悦神 啊 神聖啊 啊 從我的靈發出來 首先思想 我的意志 整個意志說我要愛神 我要獻給神 我的生命獻給神 然後我的感情我想到神 就好像你們想到冰淇淋都會喜歡 可能會喜歡啊 我希望你想到耶穌更喜歡 當你有這種心 已經很容易被神的充滿 你喜歡神打過手 其實我這樣說的 當我做其他事情 例如我講到 我現在說話 我一邊是你神相連的 我一邊你看到我 我不是用人的話對你說話的 我不是用人的心意 我是神的心意說話的 我不是想我上一句話說什麼 我一邊說 是容許聖靈帶領我 我一邊說出來 我是就好像自己走出來這樣的 但我是怎樣呢 我的心就是喜歡神 啊 神真美好 我一邊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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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我們爸爸的終局 我一邊說的 會更加好 這個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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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了耶穌的照片 然後剛才 這個意思 我會常常想耶穌 耶穌是放在地裔 其他的我不要你了 是的 但我這樣說的照片有不好的地方,因為這個照片其實不是耶穌,是畫出來的。 但有時候也會有可能變成偶像,所以我覺得最好是偶像,最好不用照片。 而是你想耶穌也不需要想祂的要貌。 所以想到祷告很重要是個人性。 好像祷告是這樣,耶穌感謝你,天父感謝你,就好像天生畫出這個祷告。 但我們可以說,耶穌你就在這裡,我很喜歡你,我感謝你,我喜悅你,你真好。 很個人性的,就是好像你對一個人說話。 而且,神也給我這個不動性的禱告,什麼意思呢? 一邊愛神,一邊說,神很喜樂。 剛才西方亞書三章十七節,神因我們歡喜喜樂,默然愛我們,神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所以當我們愛神,神就歡呼,我們一邊禱告,我就說,神現在歡呼啊!神現在很開心。 這個是真實的,因為聖經這樣說,西方亞書三章十七節,你就記得神因我喜樂而歡呼。 這樣的話,這個互動,用人的話這樣說,你們兩夫妻,你留言給你的太太。 你知道你的太太,如果你的留言說,我愛你,我看重你。 你知道你的太太看到的時候,她會很開心。 這個是互動,我知道我寫這個信息,她會很開心。 我寫的信息,我都知道,我每一次約我的太太去拍拖,出外,上父,她都會告訴我,我整天在笑。 都很開心。 就是說,我知道她怎樣愛我,看重我,所以我就知道她必定有好的反應。 同時,因為我認識神,聖經已經說了,她必定對我們的愛有福音。 因為他專心愛我,神就讓我們放在高處,讓我們成為尊貴。 所以,我們愛神,神必定很喜悅,很開心。 這個就是互動的導告,互動。 我一邊愛主,我知道神很喜悅。 而且神知道我們的心。 你的心裡面,看重神,神是知道的。 其實神對不同的人這樣說,你要學習耶穆世的生命。 我聽到,我都很感恩。 但神的確是,這些人的確這樣告訴我的。 耶穌說,你要學習耶穆世的生命。 這就是神知道我的生命,就會告訴人的。 神就會認同,就會欣賞,就會賞賜。 所以,我們禱告的時候,一邊說,神現在很喜悅我這樣愛祂。 我也有這個恩典的禱告。 一邊說,神現在在愛我,神看中我,神信念我,神在祝福我。 然後另一邊是我的敬拜的禱告。 神我愛你,我看中你,我倚靠你,我抓住你。 然後另外一個是互動的禱告。 我一邊禱告,我知道神在喊喜悅。 神在呼應我。 一個是恩典,神對我的。 然後敬拜是我對神的。 然後我對神的時候,我知道神也會對我有回應的。 結果就容易被聖靈充滿。 隨時相信。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信心。 我真的相信神現在在想念我。 神很想充滿我。 神很想祝福我。 神很想使用我這個信心。 根據聖經的話,聖經已經說了,我相信。 所以神給我這個定義。 信心的定義是什麼呢? 神做事,我放心。 神應許,我放心。 神應許的時候,我就放心。 我就放心了相信。 所以信心,不是我努力的信。 而是說,例如我的太太,我知道。 我知道她很喜歡我隨時打電話給她。 這去半夜,如果我找她,她也會開心。 當然她會想知道為什麼我半夜找她。 因為她的時間跟我不同。 我也不會隨便半夜吵醒她。 但如果我吵醒她,她不會發怒。 她會說,她會開心。 然後她會說,你有什麼事找我? 為什麼萬一打電話給我呢? 她知道,必定有原因。 但任何時間我找到她,她都會反應, 很開心的。 我知道。 我知道她是這樣。 這個就是信心。 因為根據她的心情,我知道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安靜很重要。 但同時,我相信。 神真的很喜悦,我親近她。 整個思想,聖經說什麼,我就相信什麼。 我的依據,我的生命。 然後我的感情都放在神的身上。 所以我,你看到我講到神,我都好像, 啊! 那是我第一次,你真好。 我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真的覺得,世界上沒有人像神。 你看,我整個細篇一百零三篇第一節。 凡在我裡面的,都要稱頌祂的聖明。 凡在我裡面的,就是整個靈魂。 可以這樣的。 啊! 我去菲律賓有個教會,他們都是聖理充滿。 他們開始禱告是這樣的。 啊! 雖然說這是什麼禱告。 就是他們的靈,好像湧到神那裡。 啊! 馬上我就,我馬上我的靈想到耶穌,好像飛到神那裡。 想念耶穌,馬上喜樂和愛就來到。 還有沒有什麼提問? 我講到神就喜歡你,有沒有看到? 我講到神就很喜歡。 不然我真的覺得神是最美好。 所以你看到我講到神我就很興奮了。 我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可能比較不具體。 它不是一個具體的問題。 因為我們不同的人,對聖經的閱讀和理解, 它的水平不一樣。 那麼,我們如何來判斷自己的行為, 是上人喜樂與不喜樂? 那最後一句話,你說什麼? 是上人喜樂與不喜樂。 哦,OK。 這個其實聖經已經說很清楚了。 愛神,愛人,神必須使用。 而且我們很多行為是這樣的。 這是我們。 被人影響。 不喜歡某一個人。 不喜歡某一個情況。 這些東西對我們有破壞性。 就是任何時間, 我輔導很多夫妻, 他們都說, 我的丈夫不好啊。 就放入我。 其實這個怒氣沒有幫助。 或者是孩子不聽話, 這個沒有幫助。 但如果我們有輕鬆的心態。 我強迫它, 它也不會改變。 但如果我真的欣賞它, 你的生命很寶貴的、很重要的。 就是欣賞人。 很重要的。 我能夠祝福你。 我看中你。 你將來會成為偉大的人的。 然後我們就鼓勵他。 你想不想成為偉大的人啊。 你想成為偉大的人, 你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越來越偉大啊。 他做什麼好事? 你做得正好。 你繼續這樣做, 你就會成為偉大的人。 這是常常都是欣賞、鼓勵。 不是用強迫的方法, 人就會改變。 這個是神喜悅的。 就是祝福人, 要愛心, 要求神給我智慧。 我這幾天也可以講更多。 怎樣去有機會去幫助人。 引導人。 不去強迫人。 不去給人壓力。 例如我告訴人, 怎樣禱告? 我不是說你要禱告。 我是說, 神有很多禮物要賜給你。 神很喜歡聽到你的禱告。 你禱告神就馬上聽聽。 所以你禱告, 祂就祝福你。 我們要不要禱告? 你讀聖經就看到很多神的允許。 這是我才能用神的恩典鼓勵。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的。 做神美好的事, 是宣揚那叫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是宣揚這位。 將我們從黑暗中拯救出來, 進入神奇妙的光明這位神的美德。 我是常常宣揚神的美好。 這個就是基本上最重要的。 不但是做好事, 是宣揚這位美好的神的美德。 祂的美善超越我們所想像的。 《宣揚我手》抬動照片。 就是 unhappy。 照片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